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在风水上的一个穿堂煞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图片 从图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在改善前 你有没有看到 他是客厅 然后进到他的寝室 然后到后院 这一种他是一直线的 这一个是很标准的一个穿堂煞 他改善以后 他就把那个寝室的门 他就给他对掉 他这一种改善法 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种改善 我们首先要知道穿堂 穿堂就是所谓的 前门对后门 他让气场一直线的出气 没有办法聚气 从图片里面就会知道说 他的一个房子 他就有这一种的特质 所以穿堂来讲 各位 并不是你从里面去看到外面的景象 就叫穿堂 不会 因为你可能是开大门去看窗户 但是你要先了解气的高度120公分左右而已 你的窗户只要高于120公分 基本上他是穿不出去的 所以你要先知道他的一个条件 所以这个就是前门对后门 他就会产生穿堂的现象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当事人他是把这一边的门改到这一边 所以他的气场就不会直线的出去 这是一种改法 另外一种是比较简单的改法 就是你在这之间用一个高大的柜子 挡着 挡着的一个情况下 这个柜子的高度一定要超过120公分 因为气场他穿不过实体物 就像这个穿不过去 然后他高度又120以上 要记得 这个柜子一定要比这个门大 不然的话他挡不到 他还是一样 他只要比这个门还要窄 他就从旁边绕过去 又等于没有 所以这个柜子一定要大 然后他这个气到这边 他就可以转弯 他就可以转弯 这样子就不会让气场直接就穿越出去 所以这是一种改法 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做玄关 他在前面做一个玄关 让气直接就转弯 这一种的情况都是可以的 你不要说放一个屏风 屏风没有用 为什么 屏风除非你是整个贴地 你是整个贴地 而且中间 风气他透不过去 这一种的屏风他才有用 否则一般的屏风 上面都坑坑洞洞的 那只能够遮挡视线力 对于气 他还是一样穿过去而已 所以那只是一个心理作用而已 可是实际上没有太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针对穿堂煞 我们要知道他的特质 所谓穿堂煞的特质 并不是门对窗 而是你要看 你的 这两个口 这两个口 他的一个高度要低于120公分 你这一边你的门 你的门一定是足地 这个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的窗 很多窗户 其实都是超过120公分以上的 所以他不会有穿堂的现象 因为气场爬不出去 了不了解 你就会怀疑 老师你不是说窗是善气吗 对 没有错 问题 进来的气 他叫阴阳气 阴阳气 他是新鲜的气场 新鲜的气场 他是高度在120左右而已 我们所说的善气 是我们人体吸收了这一个气场以后 会排放出来的灼气 那窗户就要高一点 因为灼气他是会上扬的 要不要紧 灼气会上扬 所以窗户是在散灼气 那比较容易会产生的现象是门对门 这一种的会穿堂 还有一种叫做门对落地窗 门对落地窗 这一种的都比较容易会产生这一些不良的影响 门对窗 你只要窗户高 不用太担心 你假如真的又对到了时候 门对窗 你窗不够高 那就只好用另外一个方关窗 关窗 这样子让气场不会直接卸出去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